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Sara Art Studio 我是Sara 今天要带大家一起来画一个素描镜物 水果 我首先呢,在画面上用三角形来做今天的构图 大家会看到我现在画得非常的浅 可能会觉得很难看清楚 但是这就是我们刚开始画素描的一个步骤 就是要轻轻的把我们的构图画出来 因为这个阶段很多线段都是不确定的 而且还有一些呢,是我们的辅助线 就是在我们画的后期都是要擦掉的 所以一定要画得轻 那么只要自能看清楚就非常好了 不要画太重 太重的话后面会造成对画面有一些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浅浅的先画出三个位置 把画面撑得饱满一点 但是不要太大 比如说我们这个梨不要太靠边 因为它的位置呢,靠近中间偏右一点 和后面的苹果有一个交叉 左侧呢,有一个苹果 左侧的苹果离我们比较近 所以它的画面靠下呢 有那么两三个指头的宽度就可以 左边留两三个指头宽度 上边右边都相应的留一个宽度 画好了之后呢 把苹果的形状,梨的形状先画出来 稍微找一点点细节 这些细节呢,就是它的特征 比如说这个梨是椭圆形的 苹果是圆形的 那么椭圆形的梨呢 它有一部分是收紧 就是梨瓣的那个位置 是稍微抽小一点 苹果是上面稍微大 下面稍微小 画好了之后呢 在水果之间加几条衬布的线 然后呢,就可以把明暗给简单的画一下 你看我现在这个苹果和梨上 有画一个浅浅的这个线 就是它明暗交界面的位置 明暗交界面呢,顾名思义 它就是光线打过来 物体呢,因为它本身的体积关系 它会有一部分的光线被它本身给挡住了 所以造成它身体上呢,有亮部和暗部 那么明暗交界面呢,就处在这个亮部和暗部的之间 一般情况下呢,这个位置是 物体身上本身比较重的位置 所以我们先用线给它描出来 然后现在呢,我是用一个4B的铅笔 把它给稍微的加重 比如这个梨瓣,它肯定是重的 所以我现在先把它给画重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图明暗了 那怕明暗的时候呢,我们用4B的铅笔 顺着物体的形状 打上一组一组的线条 来让它有明暗关系 就是把刚才我讲到的这个暗部啊 给它画上一层明暗 这个画的过程中呢,就要小心一点 把这个线条呢,给画的规矩 不要太乱 那么想让它规矩呢,就要让每一根线呢 是两头浅,中间重 这样能够很好的把这个线条衔接起来 能把线条衔接起来是需要我们平常日积月累的练习的 所以平时大家没事的时间都可以练一练 把这个线条画得漂亮呢 是我们素描成功的非常大的一个关键 大家注意到在我画完这个明暗之后呢 我就拿手指稍微的揉一下啊 那么大家如果有擦笔呢 用擦笔揉也是一样的 画明暗的时候呢 我们讲究的是层层地基 不要一下子逮着一个地方画的特别暗 就是第一遍呢 把所有的暗部先都画一下 除了高光部分留出来 其他的地方都均匀一点的 拍一遍线 然后稍微的揉一下 给它一个明暗关系 接下来呢 我们要不断地调整它的明暗关系 所谓的调整明暗关系 就是在比较的过程中 感受一下哪里更深 然后再给它再画一遍 再来遍再来遍 直到把这个亮的和暗的关系之间 给它拉到足够的一个差别 好 画的时候呢 不要着急啊 在这个比较的过程中呢 不要一下子把一个地方 局部画得太重 就是要一次画一点 不要太重 慢慢地把这个第一层的明暗 全都画上 处理边缘的时候 注意素描的这个边缘 不是都一样 是因为它要表现它的空间感呢 就是所有的方方面面 包括光啊 包括线啊 都要用上 那么我们今天画的这个不管是苹果还是梨 它都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边界 就比如说我们画一个立方体的话 那它有那么多边啊 就是很明显它就是边 你就要用一个非常锋利 非常直的这个线把它给画出来 因为它是两个面之间呢 是一个非常锋利的边缘 但是我们今天画呢 它的自然形状都是圆形 或者是椭圆形 总之来说它没有一个锋利的边缘 所以画的时候它所有的面 边缘都是一个面的一部分 那么呢 画的过程中它有一个转的过程 才让我们看到它是一个边缘 所以在处理这个的时候呢 要让它统一到这个明暗关系里 不要给它简单的画一条黑线出来 第一遍的明暗画完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考虑环境 那么苹果和梨今天我是放在一块 折起来的衬布上 所以上面有皱褶 那么靠近物体的阴影是最重的 所以当我们第一遍明暗画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布折的阴影也稍微画一下 画的时候呢 把这个布折当成三个面 就是顶面两个侧面 画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它的明暗关系啊 大体明暗画好之后 我们就开始一遍一遍的加深 就是刚才我讲过的 边比较边加深 看哪里是重的 哪里就再加深 如果说我们重的地方画的不够的话呢 会造成画面看起来太灰啊 那么会造成光感不够强 立体感不够强 所以呢画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换我们的铅笔了 我们把我们的铅笔可以换成6B的铅笔 因为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个暗部再加深 注意用笔的时候呢 轻一点 不要下死力起来画 一定要轻一点的画 虽然拿的是软铅笔 但是呢整体来说 我们还是只有在很重的地方 比如说我现在画的这个位置 它和物体和底下的这个边缘啊 这个是光线全部被挡住了 因为这可以说是我们笔画面里面最重的地方 那这个位置呢可以加深 所以可以下死力起的 把这个苹果下面的这个阴影稍微卡一下 但其他的地方千万不要这样使劲的卡 一定要注意这光线啊 是要有个慢慢的变化啊 不管是变深还是变浅 注意一个渐渐变 画明暗在比较的过程中可以举起来 离自己的身平线远一点 这样呢有助于你大体的把握 那么我们画明暗的时候 还可以把眼睛眯起来不要看太多的细节 我们主要是要看看它的明暗关系 那么我可以把眼睛眯眯看看 当光线摄入的少的时候呢 我们更容易看出这个画面的明暗关系 可以哪里重啊哪里浅啊 它们之间的差距是多少 这个对我们来说画素描很重要 因为素描呢是我们秉除了这些颜色啊 这些影响 主要是就要画一个光线对这个物体造成的影响 好下面就开始一遍一遍的进入到打明暗的阶段啊 这个过程呢就是一遍一遍的画一遍一遍的把该画重的地方加深 大家会看到已经画过的地方 但是我会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那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它不是说我知道要这里是暗部 那我就一下子把它画得很重 那大概率会画错啊 所以我们这个画是要把它当成一个整体 层层递进 然后才能够把这个明暗关系给它画对 就是亮部 要想亮出来呢必须要靠暗部来烘脱它 所以画的这个过程中呢 要慢慢慢慢的加深 不能把它画的跟贴了个黑色的创可贴一样在画上 那就丑了 所以慢慢一遍一遍的画呢 能够最大程度上保持正 我们的画画的是过度均匀 然后这样画面的也会很漂亮啊 现在因为打光的关系 我左边的这个苹果会看起来比实际的稍微亮一点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课程 加塞尔老师微信 跟老师沟通 加入老师的精品小班课 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和塞尔老师学画画 我们下次内容再见啦 谢谢大家